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單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單消息就是根據NOW電視台的報導所說 在過去這五年間 大學生的退學人數是增加了五成多 至於第二單消息 就是行政會議召集人陳志思 昨天就在南華早報那裡撰寫了一篇文章 他就宣稱 說不覺得會有很多人移民去英國 而且還說 香港是能夠承受得起的損失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一下到底大學生的退學情況究竟是怎樣 NOW就說在過去五年 從大學退學的全日制學生 是增加了五成多 但是在2019學年 就有超過1700名的大學生退學 當中有4成3的人 就是因為學業理由而自願退學 這個就已經是2019年的數據 我相信來到今年 退學人數 只會是有增無減 也別說大學 甚至有些媒體也報導過 中學小學都已經開始出現一些退學潮 尤其是說明校 或者是經濟條件比較充裕的學生 他們都選擇不再在香港讀書 當然這個大學退學就有很多原因 在往事來算 有部分的大學生 他們認為自己選錯科 於是乎壯士斷臂 決定去投考另外一家大學的學位 如果他們決定要這樣做的時候 就必須要先退了現行讀的學位 因為香港的學制規定了 你現在讀大學的時候 就不能夠一腳踏兩船 又去考過文憑市 報讀第二間是不行的 所以就出現了1700人退學 當然有部分人純粹自己讀不上 或者那個GDP就是太頑皮了 他自己都無心向學 所以就決定退學 都有這些人 但是這個就說2019年的情況 來到現在這一刻 我相信還會多了一個原因出現 就是移民 反正都是讀 為什麼還要在本地的院校讀 反正都是讀的時候 他不如去英國讀大學不就更好 尤其是五加一計劃 他就准許申請人 不僅僅做事 讀書都可以 當然你讀書的時候 就要給國際學生的學費 就會比較貴 但是 你讀書的時間 其實都可以計算下去 五年之內 所以我相信有部分人 他們就決定不在香港讀 去外國讀 甚至乎有些都沒有進入大學 他決定要去外國讀的時候 就找家學校去銜接 這些是事在人為的 沒有說一定做不到的 又或者我認識一些朋友 他們今年就大學本科畢業了 他們就決定了要去外國進修 報讀碩士班 都有這些人 所以總之就是各式其式 今年你說 大學退學人數會不會進一步上升 我估計就會的 當然今年的數字就沒有出來了 我看這篇報道所說 另外我們又看看 行政會議召集人 陳志思 在南華早報撰寫的那篇文章 他當然就是這篇文章的主調 也是要維穩 想那些人不要走 他那篇文章就說到 英國政府 預計在未來五年 將會有30萬人 申請 BNO 5加1計劃 陳志思就說 他認為 最終的數目就不會達至英方如期 他就強調 移民是個人的選擇 政治和社會因素 或者會佔一部分的影響 但是最終的決定都是取決於個人的優勢 他說 人就會為自己尋找最佳的機會 如果陳列了些去留利弊出來之後 他認為香港仍然是最有競爭力的選擇 他認為不會有30萬人 我自己就覺得30萬人都很近磅 以現時社會討論移民議題的熱度和氛圍 你說沒有30萬人我才覺得出奇 陳志思又解釋 他說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之一 稅率低 創業容易 具有一流的交通網絡 而粵港澳大灣區也會帶來更多的經濟機遇 香港具有穩健的公共醫療系統 肺炎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都低過英國 第一 陳志思列舉的優勢 其實就是對於那些做生意或者投資的人來說 就是很有效的 但是對於一般打工的子女來說 你說的這些因素到底 有多大的誘因會讓他留在香港 是不是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 由於現在官民之間已經失去了互信 你作為官府的代言人 陳志思就是行政會議召集人 你標榜這些優勢的時候 民眾到底信不信呢 他又說另一套語言 他反過來會質疑你 你說這些什麼最自由的經濟體 你怎麼保證得到這些優勢是會長期存在呢 你怎麼保證得到民眾不會被割韭菜呢 民眾是會說這些東西的 第三就是 他說到粵港澳大灣區會 帶來更多的經濟機遇 這些只有一個說字 在大灣區9加2的城市當中 香港的工資水平 就已經是最高的 你叫一般打工子女 還可以有什麼經濟機遇呢 你是不是叫他去佛山做事 叫他去饒慶做事 這些是不可能的事 他怎麼會放棄香港的職業呢 你能夠提供得到什麼給他 你經常說有機遇 其實這些真的只有一個說字 我不知道為什麼 做這些政治文宣的時候 經常都要搬大灣區出來說 對於一般的打工子女來說 無論他是做教師的 做專業人士的 他不是創業就是打工的 就算鬥到 七萬元八萬元他也是打工的 對於打工的人來說是無感的 除非你說那些人是要創業的 是要做生意的 那麼那一批又有多少人呢 在社會上一定是佔少數的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那些做官的人 經常都會拿這個論點出來說 根本上說來 民眾都沒有感覺的 他就說到 他說香港的穩健的公共醫療系統 現在都算是 但是你說要引入那些非本地培訓的醫生 免試過來香港執業 到底這個 公共醫療系統還能夠穩健多久呢 這是民眾擔心的東西 而無廢疫情方面 其實英國現在打疫苗 就已經是去到20%了 那麼去到5月的時候相信就會高到7成多 大家計算一下就知道了 在這個月頭的時候都是15% 現在去到10號 即10號的數據就是20% 那就是說在短短的10天裡面 就已經多了5%的人口 打了疫苗 10天就5% 一個月就是15% 你說去到5月夏天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升到7成多 就是按照這個數字 其實就是很穩定的 那個上升的幅度是 所以我就相信英國的經濟 去到今年的5月6月左右 就會出現報復式的復甦 因為我相信到期時 那個武廢疫情就已經是會搞得定的了 那7成多人接種了疫苗都應該看怕搞得定了 搞得定的時候那個經濟就會上升 反而你要說香港現在這樣 不知不撒不吊 燈一下燈一下 那樣 還搞得了無謂的東西 又安心出行 那樣那樣 我想香港搞得定疫情的進度 就會慢過英國 所以陳志思你擔心香港好過了 不用你擔心英國 他還說 英國的5加1方案 就被形容為香港人的救生性 但是實際上就並非慷慨 因為 香港人去到就要自給自足 他就說 如果申請這個計劃的人數是達到預期數字的話 將會為英國帶來29億英鎊的淨收入 對於因為脫歐而經濟受挫的英國而言 無疑就是強心針 這些說法其實就是 很笨 你說新移民去到英國自給自足 這個是天經地義的事 只不過你香港過去二十多年以來做壞了規矩 搞到新移民一下來的時候 就可以去房屋處申請公屋 去社會福利署申請中緩 以往就是要等到成為永久性居民才行 現在就不是 也要多謝泛民一些政棍 包括李卓仁 長毛那些 不斷去幫新移民爭取 不知道爭取什麼 最終現在這班傢伙就求人得人 幫新移民爭取成功 所以造成現在這個局面 那班政棍都是有責任的 不過現在說回陳志思 你說到香港人去到要自給自足 那五加一年根本上就是英份 對不對 你沒理由一去到就說拿別人的福利 一去到就拿別人的救濟 你都未曾做出一個貢獻來的時候 你就馬上說要拿東西了 啊 就是這樣做是不是 一個恰當的做法 我想全世界都沒有人歡迎這種移民 對不對 至於陳志思說 如果那個移民人數有多少去到英國的時候 就會為英國帶來多少的收益 其實不單止是他說這個論點 是很多建制派人士都有提出相同的論點 就是說英國其實都是想賺錢 要吸納你那些人才 要吸納你那些資金 那怎麼辦呢 我真的不明白 其實你對於那些已經決意要移民的人 你都說 你不斷告訴他英國會因為移民而帶來很多的收益 那麼他會不會因此而決定不去呢 是不是 這件事你講來其實是沒什麼意義的 但是那些建制人士就很喜歡拿這個論點出來說 就算他真的有賺又怎樣呢 他如果收你那些移民 去到是要虧大本的 他都很難向國內的民眾交代 是不是 有些東西來講當然是互惠互利的 不是說你贏了 你贏了兩次就為之雙贏 大家都是各取所需的 大家都能夠獲得到他想要的東西 這個才是為之雙贏 現在五加一正正是造就了這一種雙贏出來 英國政府又可以獲得他想要的東西 移民過去的民眾又獲得到他想要的東西 這個兩全其美 那有什麼問題呢 陳智思還講到一件事 就說香港可以承受人才流失所帶來的損失 正如倫敦和紐約 最好的人才仍然會從世界各地來到香港 另外香港也都會盡力培訓本地的人才 包括就是為年輕人製造更多的機會 幫助新一代應對大灣區的機遇 你聽見他這樣說 那些人更加是沒有鞋子玩劇走 是不是 你經常說什麼 世界各地的人才來香港 到最後真正來香港的是什麼人呢 就是港票人士 只不過今年疫情關係 所以就少了下來 尤其是那些碩士班就少了人下來讀 或者那些專才也少了下來 因為那個疫情的關係 你經常說好像很多人上來香港 來來去去都是那些人 那他就說要幫年輕人製造更多機會 原來就是幫他們應對大灣區的機遇 那真是多謝甲成衛 如果香港那些大學畢業生 他是願意 自願回去這個大灣區工作 除非他在香港真是煤得很交官 對不對 以香港的工資水平 他怎麼會捨得走回大陸那裏做事 所以我也不明白那些做官的 經常念口往講這個大灣區 只是說說葉劉的女兒 他都去英國工作 只是說說楊潤雄局長的兒子 都去澳洲讀書 經常說大灣區 你自己做官那班人有沒有安排自己的子女去大灣區 全部都是一個講字 所以民眾的選擇就是最明智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